今天我来分享一个饮食的方法 你有没有发现到有些人吃一点点都会胖的 又或者是一些人吃什么都不会胖 对不对 那么今天我来分享一个正确的饮食方式 教你们怎么样正确的吃 今天就是我准备了这个就是我的211参盘法则 什么叫211呢 就是说如果以蔬菜为准 那么这个就是两份 这个两份的蔬菜呢 你们可以选择一些蔬菜类 又或者是像是黄瓜、萝卜之类的都可以 OK就是两份的蔬菜 那么主食类的话 我就会建议你们减少饭或者是白饭 或者是一些可能就是精致面粉做的东西 或者是面类都好 那么主食我会建议你们选择粗粮 又或者是这个今天的马铃薯 马铃薯是属于一个淀粉类 所以它是属于一个优质的淀粉 这个很好吃 当然马铃薯我会不建议拿来就是用减杂 可以的话水煮的或者是拿去烤锅的也剩下 然后再来 这个就是我们的粥类蛋白质 如果你们要一个健康的饮食计划呢 就是一定要有两份的蔬菜 一个主食 一个拳头为准 然后呢 蛋白质 一个肉类 一个手掌心为准 那么今天的这个鸡熊肉呢 就是用real的方式去煎煮的 所以呢 这样子一份就是211餐盘 那么煮中午的话呢 这样你们可以用姜子的方式来吃 这样吃呢都不会发胖的 以姜子的分量为主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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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